大家早上好 感谢大家收看 GoMix每日财经快讯 今天是1月21号 星期四 我是Jacky 那么昨天呢 1月20号晚上 拜登呢 顺利登入白宫 入主白宫之后呢 组建新的内阁 那么目前也是 他的当务之急 拜登总统呢 也是在尽快的时间里面 先把疫情的问题解决好 在任期内 100天的时间里面 要求所有美国民众戴口罩 对特朗普此前的政策呢 基本上进行了全盘的否定 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早上市场的情况 那么美元指数呢 在拜登政府当选之后 进不住白宫之后呢 并没有太大的波幅 目前的价格呢 是90.38 美元兑人民币呢 依旧是在此前的水平上下震荡 澳元兑人民币呢 上到了5.018附近 澳元兑美元呢 在0.776附近震荡 那么比特币呢 最近的价格呢 是在冲到了4万美金之后 一路下行 目前呢 是跌破了3万5千美金 在34820左右 附近震荡 澳洲方面的200指数呢 今天表现不错 继续冲高 到了6800点 那么受到阻力 目前是正在多空 双方激烈的争夺 香港恒生呢 最近受资金 从北南下 大陆资金南下之后呢 一路上涨 接近连续上涨了超过一个月 目前呢 是到达了3万点 整数大关 并且海外资金呢 依旧是在买入香港市场的资产 那么回过头来看 昨天拜登入选 从这个白宫入住之后呢 连续颁布了17条法令 那么这些法令呢 从刚刚提到的 重新加入世卫组织 强制戴口罩 那么之后呢 也是出台了一些对美国民众 具有实际保护价值的 包括减轻学生贷款负担 我们知道在美国呢 年轻人上大学 并不像我们华人 大家都有钱 对吧 你3万4万澳币的学费 都拿得出来 那么对于美国大部分家庭来讲 上学是需要贷款 一说三四万的学费呢 它可能有两三万是要贷款 那么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面 包括两年三年的时间周期 才能把贷款还清 并且还有住房压力 所以呢 减缓学生贷款 目前是美国政府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才计划 那么之后呢 还有终止房屋 这个驱逐令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方说租客 依旧在疫情期间呢 像澳洲政府一样 没有钱缴纳房租 那么没有办法 房主没有办法 把房客驱逐出去 对美国呢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 包括纽约地区的流浪汉比较多 所以说呢 为了解决目前美国 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美国政府 我相信在后续呢 还会出台一些 更符合中低收入群体 民众的法令政策 保证他们的正常生活水平 那么之后呢 是撤销了输油管道项目 叫做K-Stone XL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呢 也是标志着 拜登呢 依旧会对天然气石油项目 在未来的融资租赁和贷款方面的 进行限制 所以对上市公司来讲 我们要注意防范石油价格的下跌 第二个防范 美国上市石油企业 在未来的融资遭遇瓶颈 我们也知道 页岩油企业对于资金的缺口 较大 大部分的美国石油公司 在2021和2022年 将会有接近 30%到50%的贷款到期 如果在这两年拜登在任的时期呢 不能顺利融资 并且呢 偿还贷款 这些公司都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所以说在GoMax 大家可以选择适当的做空 这类石油公司的股票 在美国上市的 那么还有的一些就是 美国排放标准 包括摊保护 以及重新加入世界的卫生 这个环保协定 另外呢 重新审渡特朗普时代的 对外政策 包括对盟友 对澳洲 那么现在呢 很多我们包括澳洲在内 欧洲在内的一些 原来美国铁杆盟友 依旧是扒了贺电 到拜登政府 相信重新重启 包括澳美之间的关系 并且回到鼎盛时期 那么中美方面呢 中国的外交部 在21号呢 也发布了非常重要的消息 制裁了特朗普原内阁 在任的 就是之前在任的一些内阁要员 禁止他们在中国 参加任何商业活动 禁止任何中国机构 和特朗普时代的 这些要员合作 包括限制他们入境 所以说这也是对 拜登政府的一个信号 并且呢 从侧面也反映出来 中国政府目前 希望和拜登政府呢 能够兵士前嫌 把原来特朗普时代的 画一个句号 那么重新开启 新的两国关系 之后呢 还是有重启和平的 种族 内部的种族关系 这个呢 我们相信在去年 一整年的时间里面 美国爆发了多起的内部的斗争 这些斗争包括黑人事件 所以呢 在于种族问题呢 一个移民国家 美国这样 或者澳洲这样的移民国家 依旧是政党首要考虑的问题 此后呢 就是不再修建 我们知道墨西哥 有边境墙嘛 不再修建了 基本上这个项目就停滞了 所以特朗普时代 很多遗留下来的闹剧呢 基本上到拜登时代 基本上 我们就看到结束了 所以呢 未来的投资方略呢 大家可以适当的 进行一定策略上的调整 包括针对特朗普 当时呢 限制了医药行业 那么在此之后呢 相信医药行业 在美国上市的一些公司 会有不错的股价表现 好了 今天的内容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收藏 那么如果想要和我们 取得更多联系的话 大家可以有电话呀 或者是微信 那么我们也会在下方 放入我们的微信联系方式 以及我们的电话盒 在墨尔本和悉尼的办公室地址 再次感谢大家